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其实对问题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在时间为轴的背景之下呢 它的立体性 我讲它的立体性 得有在时空的角度来讲 如果能够体会的话 确实能够看到立体 在《风神演义》里面 有原始天尊老子 这是出现在环境中直接动手的神仙 其实包括女娲也都动手了 女娲把狐狸招来都动手了 从上 对吧 到了这个广城寺的十二金门 然后再到了二郎神 整个这一拨人 所以在神界就出现了四层 而到了人中呢 就出现了周文王 这是一个层面 周文王跟他的长子 是人中的结 他的长子 可以能够 抵御妖怪的 阴邪的诱惑 打击躺在他怀里 他可以不动心 所以他老早就死了 老早死了 这是人中太少有的 而文王演绎出周易 所以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而剩下的 黄飞虎也好 这些人呢 同样是人中的好人 人中的结 他们呢 死后被封成神 而留下的是周文王 是武王 带着后来剩下的人 被封为诸侯 所以正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层面 生命层面展现 这是斩妖除魔 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 出现的不同层面 今天反共的环境当中 打击共产党的环境当中 同样出现不同层面 所以在此之前 我们可以这么讲 在此之前 法轮功全员讲真相 很多人接受或者不接受 法轮功全员有他斩妖除魔 天灭中共 这是法轮功全员讲出来的 他讲的是神与魔之间 佛与魔之间的对类 而不一定被人接受 但时间走到今天 我们看到太多的人 反共 对吧 各种方式反共 在环境中 我觉得这就是时间背景之下 在今天固定的空间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的一面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陈东佳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特别很有趣的概念 陈东佳 今天香港的一切 发生动荡的一切 由他而出现 他被判了29个月的入监 23号呢 他出狱 这就是当时出狱的场面 而接他的人 不是他家里人接他 是个牧师 而这个牧师 却是中共国政协委员 所以给他弄到了天主教堂去 那陈东佳案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他的核心在香港政府 在林郑月娥 陈东佳当年在跟女朋友来到了台湾 在台湾的旅店把女朋友杀了 两个人都是香港人 当他回到 他逃回了台香港 那台湾多次要求香港 来这个进行叫司法互助 要把这个人作为个案 要把这个人抓捕归案 香港拒不执行 第一个 第二个 被杀的人是香港人 杀的人是香港人 香港由理所应当的司法管辖权 对吧 你逃到天涯海角 你们两个人拿的是香港护照 拿的是香港的身份证 梁明正那你是香港人 香港当然有司法管辖权 可是呢 香港在这件事情上 在中共的影响下 牵扯到香港台湾主权问题 他就不去执行 司法管辖权 非要把责任推给台湾 而台湾又把这个人拿不过来 他跑了吗 因为中华民国跟香港之间 没有相互引渡条约 所以就拖了这么长时间 而却以另外的罪名 香港把他关到了香港嫌疑 结果在23号 他刑满将要被释放的时候 在今天香港已经出现了 如此动荡的时候 而香港的动荡呢 却是2019年初 林郑月娥 以他作为借口 突然拿出所谓两岸三地 要建立所谓的相互引渡条约 法律上的条约 其实是要把香港人送到大陆去 把每一个过境香港的 都有机会被送到大陆 所以在司法独立的本身上 香港将失去他独立的身份 这是反送中的整个事件 反送中做不下去了 结果今天 陈同家出来之后 台湾人要他 这个时候 在他出狱之前 结果港府跟中国大陆 又给中华民国设套 说他愿意自首 他已经是嫌疑犯 他自己都认了罪了 在公开场合认了罪了 他怎么去自首 所以当他去自首 与自由行的方式 来到中华民国的时候 中华民国将丧失 主权地位 同时失去 这个同时失去了他的司法管辖权的概念 而这里面的更大的成分 就是主权地位 可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香港给 给这个台湾设一套 击打他的主权地位 同时会促成一个客观事实 任何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在澳门 犯法的香港公民 或过境香港的其他人 只要中国大陆提出司法问题 提出法律问题 香港警察就会抓捕他 来等同陈同佳的案子 送到中国大陆 送中条款 没通过 但是呢 送中事实 会被陈同佳的案子给坐实 中华民国没上当 坚持要求司法的这种程序的过程 而且强调 这个陈同佳案是跨境犯罪 强调跨境犯罪 强调这个案子本身 必须有着正常的司法程序 所以包括中华民国的警察 中华民国的移民署 都要来到香港境内 去接他 去抓捕他 那香港如果接受的话 就会成为事实 香港一接受 那香港承认了 中华民国的主权地位 主权国家 主权地位 跟司法独立 司法管辖权 那港府他就害怕了 对不对 当他一害怕的时候 他就 他知道这事惹大了 他就拒绝了陈同佳 拒绝中华民国 以这样的方式来接陈同佳 他一拒绝 这事就麻烦了 因为一个杀人犯 在香港出现了自由之身 结果呢 在香港社会里 可以自由走动 那当然他没犯法啊 在香港没犯法啊 香港法律又不 刑事管辖权的 那现在的场面 截止到我们做节目 他还没有飞到 这个台湾去 那这事就麻烦了 对吧 而香港本身在处理 这件事情非常坏 他在同一天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在同一天 香港政府正式来到立法会 宣布送中条例撤回 陈同佳如果以这样的方式 会送到台湾的话 而香港政府宣布撤回 送中条例正式撤回 而陈同佳来到了台湾 真正送中的实例 就是说 不通过法律程序 被香港警察 直接把一个异地犯罪的人 直接送回了台湾 也就时间上是连洽的 时间上没有任何司法上的空隙 可是呢 将意味着从今天开始 从23号开始 任何被中共公安部 中共国安部 中共公安部 判决有罪的人 香港的警察 可以按照这个案子 抓人 透过港铁 送到中国大陆 所以 现在打来打去 就是两点 第一 中华民国的主权地位 跟司法管辖权 第二 就是 中共要以这样的方式 依然坐实 把所有港人 置身于 中国大陆的 司法体制的威胁之下 所有过境的 也就讲说 撤中条款撤离了 而事实 要生米做成手法 现在看来 他根本没做成 没做成啊 因为 在中华民国的 认识中 已经揭穿出他的邪恶了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趣很有趣的 也就变成了 中共魔鬼的力量 已经不存在了 魔的力量不存在了 那鬼想战胜人呢 而今天的香港人 是与神同行的时候呢 那鬼只有死的份 不可能出现 他所期待的结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